第六百零五集 深谋远虑 莫天机 为什么 为什么 李兄厨狂呼着 声音之凄惨 让人心魂震动 冰雪烟雾终于散去 场中相隔十丈 两个人一个站着 一个坐着 站着的是董吴商 坐着的是利雄图 两个人都没死 利雄图手中的扩建 已经变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碎铁片 化作乌有 董吴商手中的末刀 也已经根本不能称之为刀 而应该称之为锯了 惨叫的是利雄图 他的身上将近七八处地方 鼓鼓的流出鲜血 但是却没有死 董吴商也没有死 利雄图的双腿已经被董吴商砸断 坐在地上大吼形容漆里 我败了 可你为什么不杀我 为什么不杀我 董吴商 这是生死之战 你为何不杀我 董吴商面无表情 缓缓将抹刀爱惜的入鞘 利雄 我刚刚最后一刀说的 是决一胜负 而非决一生死 决生死是你说的 你看不起我 利雄图愤怒的看着他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董吴商皱着眉头 有些为难 利雄 这一战之后 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们之间 哪里有什么看得起看不起 我们是一样的人 既然看得起我 那就杀了我 利雄图听了这句话 脸上露出荣耀的色彩 快 杀了我 董吴商叹息一声 并不答话 转身就走 他的后背胸前 也有七八处流淌着鲜血 但他恍如不绝 突然间 利雄图一声大吼 以手拍地 用尽最后的力量 竟然飞行而起 急速的追上董吴商 猛然摔落在他身前 董吴商 若你看得起我 我视为你的对手 那就拔出刀来 杀我 他仰天长笑 我利雄图堂堂 九尺汉子 岂能如此窝囊地活下去 董吴商脸色如铁 半赏都没有动作 两久之后 他轻轻地低下头来 利雄图 利雄图 你这又是何必 利雄图立声道 死在你的刀下 才是我最好的归宿 毒伤 拔出你的刀来 杀了我 快些 不要破破妈妈的 让我看不起你 我不杀你 不是为了英雄相惜 我不杀你 也并不代表我以后不能杀你 所以你不欠我 你也不丢人 你想荣耀地战死 我明白 但我却又不能杀你的理由 若你觉得我看不起你 那么你可以在下一次 你我决战的时候 也放过我一次 董吴商如刀一般的眼神 看着利雄图 怎么 你觉得你做不到吗 利雄图仔细地看着董吴商的脸 脸色慢慢地冷了起来 缓缓道 你所言 当真 董吴商不答话 绕过了他 大步走了回去 身后利雄图 利生吼道 董吴商 我记住你了 若有下次 我一定饶你不死 他笑声凄凉 让你也感受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董吴商停住了脚步 并不回头 沉沉地道 我等着你 等你对我圣而不杀的那天 然后就大跨步地迈开 再不停歇 走到中间的时候 突然边走边喝 利八天 还不下来将他抱上去 记着 你欠我一战 将来我董吴商若能杀上上三天 必将亲手斩你于刀下 利八天 应声而下 哪里还顾得上 董吴商说什么 巴不得他说上一句 抱走利雄图呢 心急如焚地奔向了利雄图 利雄图想要说什么 但还来不及说话 就被利八天一掌拍晕 抱起来飞了上去 他知道 以利雄图的资质和潜力 若是到了家族 必然会是重点培养对象 一旦有所成就 自己这位带着利雄图回去的人 也是大功一见 这乃是作为敌方的董吴商允许 所以执法者也不能说什么 见董吴商大踏步走来 威风淋漓 莫泪尔已经是笑容满面 眼中含着泪光 飞奔出去 拉住他的手 第一时间输过去精纯的元气 让董吴商疗伤 楚阳等人也能看得出来 董吴商越走脚步越是虚浮 分明是支撑不住的样子 恐怕走到众人面前的一刻 就是他倒下的一刻 但是众兄弟人人都看得出来 却没有一个人出去搀扶 因为这是董吴商的荣耀 若是需要人搀扶 那就像是多多少少失去了这个英雄大战的意义一般 所以董吴商情愿倒下 虽然他从心里百般不愿 但他更不愿意被搀扶 但莫泪而不同 因为他是女人 搀扶自己凯旋的男人 正是一个女人一生之中最骄傲 也是最幸福的事情 不管是谁都只有羡慕 绝不会指责 若是连搀扶自己男人都要受到指责 那么难道你希望你重伤的时候 妻子对你不闻不问吗 那么娶老婆又有什么用 女人的优势 在这个时候发挥的淋漓尽致 董吴商终于在莫泪尔的搀扶下 走到了莫天机的面前 沉着脸看着莫天机 为什么 出战之前 那是莫天机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若是差距不大 保全自己击杀他 若差距稍大 那么重伤他 不要杀 留着有大用 董吴商听了 所以也这么办了 他明白莫天机的意思 若是实力相差不大 那么自己可能会被对方反扑 同归于尽 所以那时候要竭力的击杀 但若是能够游刃有余 那么就要利用利雄徒 完成什么对自己这一方有利的计划 董吴商并无异议 所以他的实力看上去与利雄徒不相上下 相隔不远 但实际上 却是在一开始 他就保留了实力 但这一战之后 英雄相惜 好汉护众之下 董吴商突然有些反感这种做法 他知道利雄徒能够熬过去 但也知道 现在的利雄徒被自己饶了性命 定然是生不如死 换成自己也是如此 有好几次 董吴商都在想 是不是不管莫天机的辱托 一刀成全了利雄徒 那是利雄徒最渴望的 也是自己对利雄徒这么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最大的尊重 但他终于没有下手 所以此刻才会来质问莫天机 莫天机淡淡说道 有些事你不晓得 但我要利用利雄徒 给上三天的利氏家族造成一种错觉 为我们将来进军上三天 做好一个准备 董吴商怒道 但如此一位英雄人物 如此被你利用 你就不觉得内心有亏吗 若是我不利用他 你们因此而死 我会有愧 莫天机冷冷说道 但若是利用了他而保全了你们 保全了我们 我并不感到丝毫惭愧 他冷冷一笑 正因为他是英雄 所以才会被人利用 正因为他是英雄 所以才会死得早 这世上的雷雷白骨 腐朽最快的 总是英雄的 董吴商为之气节 你 英雄若是不被利用 怎么能成为英雄 莫天机冷冷说道 给你一个选择 一个是你尊重你的英雄对手 将自己的兄弟送入死地 另一个是让你利用英雄 兄弟们都能够活下去 你给我选一下 董吴商转头就走 气得满脸发紫 我跟你莫天机 根本就没有一句话说到一块去 莫天机却毫不动怒 你要是能跟我说到一起去 你就不是董吴商 就成了神盘鬼算了 扑哧一声 莫利尔笑颜如花 掺着油字粪粪的董吴商 向着伤员帐篷走了过去 对面 黑魔队伍中 黑魔看着女儿 搀扶着董吴商 一脸笑容 浑身幸福洋溢 那种从心底里面 透露出来的少女情怀 不由得安心的叹了口气 这种表情 这种幸福 恐怕 女儿就是陪着自己一辈子 也难以在她脸上见得到吧 今天 为了女儿这幸福的一笑 这幸福的一刻 自己无论做什么 也都值了 莫天机看着楚洋 淡淡说道 你怎么说 他在问楚洋 也同样是在问孤独行等人 季梦和罗克迪同时摇头 别问我 我觉得你们都有道理 孤独行沉默了一下 我赞同董吴商 楚洋却沉思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很矛盾 一方面 知道留的利雄徒有用 而且会避免我们很多危机 但内心中 却也同样渴望 就让他这么难忍地战死 莫天机了然地点头 楚洋夺了两步 在心中权衡了一下 如果我是董吴商 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利雄徒 而且绝对不会给他多喘一口气的机会 莫天机笑了 他明白楚洋的意思 季梦道 不错 无伤实在应该直接将利雄徒打晕的 你才真正错了 楚洋沉重道 当面说明白 利雄徒不会没落下去 但若事后让他从耻辱中醒过来 利雄徒绝对会立即自杀 而且死不瞑目 那才是最大的侮辱 你们都了解英雄 也都敬重好汉 莫天机冷冷淡淡地说 就只有我莫天机是不会看到这些的 我只看到胜败 只看到你们的生死 至于别人 纵然英雄盖世 只要是敌人 该骗的时候就要骗 该杀的时候 还是要杀 能够利用的时候 也绝对要利用 他冷笑一声 倘若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 他利雄徒还叫什么英雄 莫天机副手转身走开 悠悠说道 倘若我们兄弟之中 必须有人要承受骂名的话 那就由我莫天机来承受吧 利雄徒视死为荣耀 而我莫天机却是别人骂我越多 越觉得自豪 我莫天机只求前方锦绣伟业 何惧身后千夫所致 楚阳微微一笑 这也正是你的成功之处 而我们与无伤的坚持 也正是我们能够成功之处 既为兄弟 便当求同存异 何必非要连心灵也统一 天机 若是我们也都与你这般想 恐怕我们就是生死之仇 而不是生死兄弟了吧 第60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